联盟大事 场外风云 白话美之兰 一起聊个球 我是老白 对于美国男男而言 内线日监视卫视不争的事实 哪怕安彼得宣布代表孟之队出战也无济于事 想要重现内线荣光 恐怕就要寄希望于霍姆格伦这一代年轻人的成长 有意思的是 两年前的U19式青赛决赛中 切特霍姆格伦这样的美国队内线希望之星 已经见识到了欧洲那头不释出天才的恐怖之处 当时比自己还小一岁的文败亚马 砍下了22分8篮板8盖茂的离苦数据 一战成名 利亚切特的10分5助攻2篮板 是的 美国队虽然以两分的微弱优势力压法国队取胜 但在个人的比评中 文败亚马毫无疑问是获胜的一方 两年后 一时一亮的两人终于再次会面 这对诸定会是一生之敌的两位天才 又一次刷新了大家对天才的认知 从大伤中回归的切特可没有闲着 这一年时间他忙着提升自己的对抗和力量 昔日排骨战神早已不可同日而语 而文败亚马也在万众瞩目中完成了自己季前赛的首秀 相较于夏季联赛的窘迫 老帅波波维奇短时间内就让文败学会了 如何在NBA的赛场上保持优雅 做到收放自如 这对师徒真的让人叹为观止 常人大战 维克托文败亚马vs切特霍姆格伦 切特 2022年榜眼 出生于2002年 身高2米16 必战2米29 文败 2023年状元 出生于2004年 身高2米26 必战2米44 从天赋上来看 这一战堪比模型怪欲上模型怪 即使感不低于高达vs高达 从体型上来看 这一战堪比筷子兄弟内部对决 约等于萧阳对阵王泰里 两人基本就打了上半场 但两截的时间足以让大家见识两人的惊鸿一片 切特首截就拿到了14分期篮板 文败亚马不遑多绕 首截就五头四重 在三秒区内强势拿到10分 最终切特交出了21分9篮板的成绩单 三分线外弹无需发的命中的二级三分球 把他三位一体的得分能力战录无一 相比起文斑 切特这边格子挨点 必战短点 防守为设立弱点 优势在于篮板能力强点 控制失误能力强点 球场意识好点 长得比文斑帅点 本来2到2三赛季是他的新秀年 结果比赛没打就爆销了 所以说2三到2四赛季也就成为了切特的新秀赛季 要说切特的表现 可以与文斑亚马相匹配 两人是同一类型的球员 也有着一样的身体条件和运动能力 霍姆格伦的打法 天象与速度加强版的高个空间性内线 他和斑马不同 切特对自我定位更加清晰 他有着比文斑更强的控球能力 控制失误能力 却会有一减少持球与强打 他的得分相当高效 空间跑位和定点投射如意把杀人快刀 并且他更愿意进篮下与四五号位对抗 恰位 拼抢篮板球 两年前U19世界杯的纳斯交锋 文斑亚马数据上完爆霍姆格伦 他得到22分8篮板8盖帽 而霍姆格伦只有10分2篮板5助攻 但这一回 霍姆格伦得到21分9篮板1盖帽 虽然直接对位文斑亚马没站到上风 但他证明了自己有能力成为文斑亚马的一生之敌 他能突破上篮 8球线那一步就能起跳制造威胁 他有很好的三分转头 比赛三分二周二 外线稳定性超过文斑亚马 内线方面 霍姆格伦也很强硬 两次布兰显示了他的意识和能力 和两年前相比 霍姆格伦已经成为文斑亚马更强的对手 甚至有潜力成为他的一生之敌 而文斑亚马的数据篮定格在了20分5篮板 文斑亚马开场三分不中 也出现了运球失误 但他很快就进入节奏 拿出了自己的18般5亿 他的第一个进球是布兰 凭借11厘米的身高优势 文斑亚马离压身前的霍姆格伦 霸球不进 文斑亚马的快下意识很强 当球队出现快攻击会时 2米24的他常常冲在最前面 队友心领神会 一技场传给到前场 文斑亚马双手爆扣 文斑亚马与霍姆格伦的第一次硬碰硬较量 只这次突破 文斑亚马低头猛冲霍姆格伦的防守 他的头磕到了霍姆格伦的嘴 造成了对方的犯规打成2加1 这一球命中后 文斑亚马修起了肌肉 这个修赛期 他增重了9公斤 在力量和对抗上提升明显 文斑亚马不但强硬 而且敏捷 他干扰对手丢球后 第一时间就冲到前场 在霍姆格伦身边完成了这几单手劈扣 霍姆格伦害怕犯规 收住了脚步 很快 文斑亚马又让人感到不可思议 他转身晃过对方防守 再次面对霍姆格伦 只见文斑亚马在空中极限拉杆 闪过了霍姆格伦的封盖 把敲打击 在投射方面 文斑亚马的表现也很不错 本场比赛 文斑亚马三分五中二 也有抢下前板后中投得分的表现 紧攻端的文斑亚马 展现了自己的全能技巧 能拖能投 速度还不慢 再加上独有的身高和臂展优势 只要不受到伤病的困扰 他就是真正意义上的独角兽 另外文斑亚马在防守端 送出两次抢断和一次盖帽 但他给对方带来的威胁源不止于此 这击盖帽展现了文斑亚马的与众不同之处 杰伦 维雷姆斯变向运球 看似已经换过了文斑亚马 但文斑亚马的反应能力太快了 他转身就追了上去 送上了一记追帽 一般这个身高的大个子 绝对没有文斑亚马这样的反应和灵活度 文斑亚马的两次抢断 也体现了他的眼睛手快 他的臂展 确保了很大的防守范围 稍微一伸手臂 都有可能抢断对方的球 第二次抢断更精彩 文斑亚马抢断后 还顺势来了一个背后运球 只可惜队友没有把握住 这个空间的机会 相当一看 文斑亚马在防守端的作用 同样令人印象深刻 一场季先赛当然样本不大 但已经足够让人看到文斑亚马的进步 比起夏季连赛 他又掌球了 文斑亚马看来休赛期没有浪费 而且也进行了增重 在对抗上也有了一定的提升 看到文斑亚马如此高效的表现 波波维奇估计也是很满意 另外我们需要注意的是 文斑亚马要控制失误 这是这场比赛唯一的不足 文斑亚马的打法 更偏向于封线打法 它和传统空间型内线 最大的区别有三个 传统空间型内线 还是会兼顾篮板球 文斑的第一反应 不是冲板而是下快攻 传统空间型内线 多以定点投射为主 文斑多了甚至还能进行 各种持球花式三分 传统空间型内线 很少参与控球 文斑有不少带球 亲自下快攻的动作 还在其中加入了各种拉杆 突破造杀伤 温杆上确实和杜兰特有点像 看一个2米26的人 在自己头上拉杆 是种什么体验 今天雷霆队员算是明白了 赛后采访中 文斑亚马对于大家的 惊讶反应只是微微一笑 表示这只不过是一个 即兴发挥freestyling 简而言之就是机操物流 承认吧 这对卧龙凤厨的年轻人 所蕴含的能力远不止于此 连波波维奇也承认 自己和教练组正在努力搞清楚 如何完全使用文斑亚马的能力 NBA未来的内线大棋 终究要交到这两位年轻人的手上 另外和两年前的青涩不同 再次相遇 切特霍姆格伦一改之前的腿势 甚至看不出他是一伤赛 及报销一年的样子 仿佛这一年的时间 他都在持续进化 这一次切特比文斑亚马 多拿了一分 有意思的是 虽然双方都曾分别建立起 两位数的领先优势 但最多笑到最后的雷霆也就是比马次 堪堪多赢了一分 当真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 文斑亚马与切特的交手 不禁让人感叹 新赛季最佳新秀格局定了 也就是文斑亚马和切特去争夺 当然了 如果要说谁几率会更大 自然就是文斑亚马 切特所在的雷霆 队内已经有成熟球员 切特不是绝对核心 马次这边不一样 文斑亚马肯定会被当作核心来培养 战术都围绕他展开 无论怎么说 这两队的选秀都没有错 而且是大获成功 对于雷霆而言 他们只是多等了一个赛季 切特绝对不是水货 雷霆有了切特的加成 新赛季冲击季后赛概率会更大 马次有了文斑亚马 球有了第一块剑队基石 可能马次还会摆一年 再拨一个高数位选秀权 总而言之 新赛季会相当的好看 不光是这些新人让人很期待 球队与球队之间的交手也会是亮点 马次和雷霆都是年轻球队 新赛季也会有不同的诉求 在马次和雷霆的新兴 他们只要不互来 基本上都能打出来 更何况是这种天赋极高的球员 另外文斑亚马虽然输掉了比赛 但他的表现也成功 让自己的热度持续走高 一个夏天的时间里 文斑亚马增重了9公斤 要知道 之前他曾表态 自己不会为了适应NBA而主动增重 在这么抗拒的情况下 还是有了如此显著的提升和进步 那么 说明在发挥主观能动性的情况下 文斑亚马的潜力依旧是巨大的 说到底这不过是一场季前赛而已 总的来说 双方的第一次队位 让彼此球队都相当满意 有球迷评价 能够阻止他俩的只有伤病 我倒没想到那么远 我更期待西安首次对阵切特或文斑时 会是怎样的大场面 那时候 才是真正同级别不同风格的天赋对决啊